他以异剑联为偶像 却长成为异剑联的最佳接班人 03年的他 有着2米26的身高 助球队夺金 他是队内年龄最小的巨人 被朱方宇利剑来到广东队的他 19号战衣身上P 不与其身高匹配的移动能力 每每可以在场上打出奇效 他就是被称为广东宏远未来之星的小巨人徐欣 本期体育观察为您讲述有关小巨人徐欣的篮球梦 2003年12月23日 徐欣出生于北京首都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现期也不过才19岁 出生后徐欣受到父母的影响 很偏爱篮球这项运动 而他也得益于父母的基因遗传 一直是同龄人中海拔最高的那一位 从小时候起刻苦训练篮篮球的徐欣 技术进展的飞快 加上内扇一般的身高 时常在学校打遍无敌手 正值中国篮坛稳定发展的时期 寻找篮球新血液的任务 派到了每一位球探的手上 在他13岁那年 北京首钢篮球 启动了名为除鹰计划的专项赴美活动 而这位远超同龄人身高和技术的徐欣 自然是成了除鹰计划的一员 2017年8月5日 徐欣作为除鹰计划小球员名单的第一位 被北京队很是照顾 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手感和不错的动态天赋 在日常训练赛中打得有来有回 技术很快得到了提升 本想着入选北京队在赛场上大展身手的虚心雀 遭遇了一些小意外 但这也为他来到广东提升了速度 16-17赛季 北京队无缘于CBA季后赛 时任北京队主教练的敏露磊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其提出的除鹰计划也遭到了质疑 本计划9月20日启程赴美学习的小球员们 与这个机会擦肩而过 徐欣也在其中 作为初中时期就明动北京城的天才内线 这个消息的传出是徐欣开始被一众球队封抢 2017年底 在广东队总经理朱芳宇的亲自带着合同找上门的情况下 他拒绝了北京首纲 只身来到了自己偶像易见莲所在的球队 广东宏远即将开始自己的南下行 他被朱芳宇亲自下场挖掘 说什么也要让他加盟广东红圆 土生土长的北京天才内线 是否能在广东红圆打出自己的风采呢 2017年底 徐欣应邀来到广东红圆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 数月后 他跟随广东红圆主教练居少斌前往立陶宛拉链 近年来 广东篮球清训打出了金字招牌 为国内输入了一批又一批的勇猛小将 从选财到追求清训球员 日后能在CBA赛场上大放异彩 广东做了领头羊 在这其中 徐欣成为了清训队伍的潜力股 甚至是未来接替广东内线的第一人 熟悉广东队的球迷们知道 或许在一键连退以后 徐欣将会成为广东队内线的大杀器 不过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 那么徐欣在广东队的三年时间过得如何呢 自加入广东队后 徐欣得到了对内外的充分支持 但是身体薄弱的特点也暴露得淋漓尽致 虽然身高傲人 但对抗不足 下肢力量有待加强 如果对手内线是个大队位中锋 徐欣还存在受伤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如果让他短时间适应起真正的CBA强度 难度可谓不小 不过好在徐欣的年龄较小 并且天赋凛然 在得到广东宏远大力培养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让教练组失望 逐渐成为了广东青年队的中流砥柱 前期单薄的身体维度逐日增加 同时在进攻端还保持住了柔和的手感 一时间开始在青年队比赛中大杀四方起来 一开始还无法扣篮的受高个 成为了赛场上的内线万花童 每一次轻轻松松的实战扣篮 空中接力 小小抛头 他兑现了自己的天赋 不满18岁时 他代表广东宏远青年队出征 2020年新火杯青少年篮球赛 在与清华附中的比赛中 他拿下了18分 14篮板 6盖帽的成绩 成为了队内得分最高的球员 虽然本局比赛惜败于清华 但他的内线统治力 已然有一丝的显现 2021年8月20日 距离他来到广东宏远 已经过去四年多的时间 徐欣正式在这一天 升入了宏远一队 将代表球队征战CBA联赛 他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从被朱芳宇邀请进广东宏远青年队 到开启自己的CBA生涯 徐欣用了四年时间 为大家证明自己 有实力征战国内顶级联赛 渐渐粗起来的手臂 渐渐成熟的球风 他会是未来意见连的接班人吗 升入宏远一队后 凭借着出色的运动能力 和高海拔加持 徐欣很快便得到了媒体的认可 在内线的移动 脚步和柔和出手 为他得分奠定了基础 同时其徐欣的个人能力 还是高于部分CBA老牌中锋的 但由于年龄较小 担心身体力量 不足以支撑整局比赛而受伤 徐欣一度是以替补身份上场 2021年9月23日 第14届全约会优 19男篮冠军争夺 在广东和浙江之间 拉开帷幕 徐欣助力广东队 夺取该届全约会冠军 贡献出11分4篮板的成绩 在赛后采访中他说道 希望早日在CBA赛场上立足 同年12月26日 徐欣代表广东宏远出场 三分中完成个人CBA生涯首秀 并获得了两分 一篮板的首发得分 广东队徐杰徐中锋的地位不保 真正的徐欣中锋 站在了广东队的主场中 2022年1月3日 在广东宏远101比86大胜南京同袭队的比赛中 作为替补的徐欣在20分钟 摘下了13分 7篮板的成绩 刷新了个人记录 并且在场上肆意展现着自己的能力 在2022赛季CBA常规赛中 徐欣代表广东队出场6次 平均每场8分钟的时间 可以拿下场均4.5分 2.5篮板 1.5盖帽的成绩 并且拥有着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已然有了一点未来之星的样子 让我们期待徐欣的蜕变吧 作为广东队内线的接班人 徐欣如今最大的问题还是身体的薄弱 不过随着科学的饮食和训练 有朝一日 我们或许可以看见 一位内线大杀器的长城 被珠方宇时常在公众场合 评为意见连接班人的徐欣 其实是肩扛重任 希望在没有伤病影响的情况下 他可以成为CBA赛场中的超级内线 成为广东宏远西一阵的王牌 兑现自己的天赋 有朝一日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本期体育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认为徐欣有潜力成为 阶梯阿联的内线天才吗 如何CBA赛程依旧 您认为徐欣可以为广东宏远 斩获西一轮荣誉吗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动动小手点点赞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关注我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感谢您的支持